中台都苏瑞为台湾带来丰沛雨量 前脚才刚离开 卡努台风接力深沉 有机会掠过台湾北部 后续要观察到它这一段 往北北溪走的方向 然后开始转弯的这个时间点 还有它的位置 对台湾的这个整体的影响都不太一样 目前卡努台风距离台湾还相当远 但有机会成为中度台风 到时恐怕扫过台湾北部 最接近台湾时间点 也将会落在8月1号2号 最快会在31号转为中台 大概会是比较偏西到西北风的一个风向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我们西半部地区的这个降雨 可能会比较明显一点点 还有北部的降雨 受到整个台风的外围影响 外围环流影响 都会比较明显一点 台风路径有待观察 不过带来雨势仍然不容小觑 接下来降雨趋势 31号要留意 西部雨势较为明显 湖后山区东南部有雷震雨 下周二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迎风面西半部有局部短暂雨 北台湾东半部降雨较为明显 3号开始台风引进潮湿 不稳定西南气流 那到了周三周四 台风已经比较远离我们台湾了 但是后续带上你的西南风 会影响到中南部的地区 杜苏瑞台风为台湾水库 带来大约9万5558万吨水量 但仍然有部分水库降雨量不如预期 像是增稳水库还非常渴 蓄水率只有19.2%不到两成 另外乌山头水库蓄水率只有72.7% 部分水库仍有缺水情形 卡路台风可能为台湾带来风沛雨水 让水库进涨